如果坚持唱歌三年以后 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一直都鼓励大家多唱歌 因为唱歌对身体有三大好处 尤其是退休的人 我要说一下保存收藏好了 好处一就是能够预防老年痴呆 人在唱歌的时候 脑部两侧是同时工作的 因为我们要唱歌词 还要记旋律 记歌词就是使用我们的左脑 而音乐和旋律就会刺激到右脑 所以呢 每天开动大脑 老年痴呆就会靠边站了 好处二是能够预防高毛压和动脉的硬化 因为唱歌要用到我们的深呼吸 这能充分运用什么 呼吸肌肉的收缩功能 促进新陈代谢 好处三就是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情 增加感情 你在唱歌的时候 大脑会产生兴奋的一种状态 特别亢奋 它能促进我们的这个抗压能力 可以让我们大脑和身心呢 都感受到轻松 愉快 而且能促进催毛产素的分泌 分泌越多的人就越能关心家人和爱护他人 让彼此的感情增进 让家庭更加的和睦 唱歌不比抽烟喝酒强吗 不比你打麻将要强吗 好 关注王老师 学习更多有用的声乐知识 把它转发给更多需要的人吧